好,現在已經加體積將近加到1000cc 看紅同學的示範 它這樣子做得很好 用水平的角度 看到我們這條藍色線 加到液面的下緣 觸及藍色線 這樣就是定量到1公升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從鐵架上取出來 每個實驗室的狀況不一樣 我們鼓勵大家用鐵架 以免不小心碰撞的時候 會把鐵架弄掉 接下來拿著玻璃塞 取下我們的鐵架 塞上玻璃塞 稍微混勻 那曾經也看過一些實驗室 在混勻如果發現有沉澱 或者不均勻的時候 會把攪拌紙加到裡面去 好看紅頭絕示範 好完成這次黃安鴨物SMT的製備 好看 OK